你会走到你城镇吗 我不确定不知道 这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我能够处置 就可以处置 那份情感是不会消失 一心爱你带带 新闻一开始 先替读者解释 什么是近身出户 近身出户 是指在婚姻双方决定离婚时 一方要求另一方 不得得到任何共同财产 通俗话的说就是离婚时 一方要求另一方 放弃一切钱财 只带自己的身体走 哈 虾米 所以马太太明天 决定要断开俊林凶了吗 今天在拍戏的过程中 也许我们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既然马俊林有胆子 对马太太无情 也羞怪马太对她无异 听过新闻网结果读者爆料 其实马太太早在马王 半夜私会持豆浆之前 就已经非常不爽劳工了 甚至一度和枕边人谈离婚 条件是马俊林净身出户 将全部财产都归她 我的太太 她对黄童小姐提高 球场四百万 这件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她从来没有跟我商量 也没有跟我讨论 在家有在讲话吗 在微信里面有讲话 所以你对面是不是讲话 马俊林一连串负面新闻 也会讲话 说小孩子该换尿布了 该吃奶了 马俊林一连串负面新闻 让她在新系夺情城市 无预警消失 据了解 民事还没做出换脚的裁决 只是先技术性 比开她的线 最后有可能让她依剧情现身 娱乐动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报导 苹果的新闻 就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它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